大家平安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猪脑袋 今天我们杀股票 什么 杀光光 好 差一天 就是13号 星期五 对不对 今天是星期四 对不对 但今天14号 对啊 都是差一天 再加一天就星期五 那日期呢 这个再减一天 就是这个13号 前后这样子 老船长你干什么 没有啊 如果是13号星期五 大家又可以怎么样 又有理由讲了说 这个股市下跌 是因为13号星期五 乱七八糟 对不对 老船长你 现在感觉上心情好像不错 那当然嘛 人生哦 相信老船长讲的 没有那个都一帆风顺的 一个成功的人 你要看哦 他在逆风的时候 他的怎么样 行为跟举止 有些人啊 有些人啊 遇到了困难失败就这样 啊 要死啊 不爱我啊 干什么啊 太阳明天还是会升起 看看很多的人 比我们都还要怎么样 来得难过 是不是 各位都是有钱的 怎么样 可以在股市 玩乐的投资朋友 很多人是一天 要为了三餐哦 下一餐要在哪里 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各位还有钱 可以玩股票 什么 输很多 输很多还是比那些人 有钱太多了嘛 所以人很奇怪 当你哦 所在的处境 其实比很多人好很多 可是为什么你不但不快乐 你还非常痛苦 就是因为你的一个怎么样 观念还没有开嘛 那老船长应该怎么样 要乐观敬取 不会错的 我们呢 比起古时候的皇帝 像我就拿我来讲 这个历代的皇帝 都没有老船长好命 第一个 他们没有车子 对吧 我有 第二个 他们没有冷气可以吹 我有 第三个呢 他们没有手机 没有LINE可以通讯 我都有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哪一个帝王会过得 比老船长好 没可能嘛 对不对 那我都比这些帝王过得好了 那我还有什么资格 在那边哀声叹气呢 对不对 那以前的人不是都要死光了 都气死了 所以人比人哦 你就会气死人 对不对 所以大家懂得知足常乐 然后怎么样 乐观 进去 那你看我的节目 你今天本来心情很不好 但是你看到我的测标 你的 哇 血液又怎么样 往上升 血压又升高了 对不对 老船长哪有啊 我们跟他这个猪脑袋一样 把股票都杀光光了 对嘛 我就很了解各位嘛 对不对 最高杀低就是各位怎么样 绝佳的 这个看家本领 是不是 好啦我们还是言归正传了 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沙森振天 好像台北股市跌了1500多点 事实上才跌了157点 成交量也不到2000亿 对不对 以台北股市来讲涨了这么多 各位观众看一下 也不过就回这一咪咪 哇那不得了了 感觉世界末日 有些什么意思 因为你去追高嘛 老船长跟你说 不要怎么样追股票 尽量买黑不买红 今天早上有些股票往上冲 你又去追 追完收盘昏倒 我已经讲多久了 各位观众 真的老船长你每天讲 我们烦死了 叫我们买黑不买红 对不对 我再举一次例子给各位看 其实每天上节目都举 一样的例子 但是观众听不听 不听不听不听 耳朵遮起来 不听 来你来 好好卖照 华通 昨天买黑 今天还至少有红给你跑 对不对 那你早上去买红的 收盘昏倒 是不是 尽量买黑不要去买红 至于买黑 哪里是比较低的点 你各凭本事 但最起码你不要爱在最高点 对不对 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没有办法带你 而且我一直跟你说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不要去 不要去 那各位呢 拼命去 拼命去 对不对 追啊 我昨天才讲 我说那个PCB 跟那个低论 你就不要怎么样 在里面瞎搅拷了 现在的法人散户 全部都在里面 那今天怎么样 法人在砍的时候 因为钱不是他的 法人的钱是别人的钱 砍起来很爽 哇很气魄 对不对 你的钱就不一样 你舍不得 要不要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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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砍 人家砍 是不是 除了华通之外 我还常讲什么 星星嘛 一样 对不对 昨天才讲的 沿由在耳 不要再去玩 因为这些股票 它量很大 大家都在里面混 要解套 就比较困难 你想想看 一个大型股 它这样往下跌下来 套了一堆的人 这里面有散户 也有法人 大家都在那边等解套 那你想想看 就算明天要绝地大反攻 这种股票 它所遭遇到的怎么样 解套卖压 是不是也比较大 对耶老船长 不相信 来 各位最喜欢戴的金项链 2368金项链 对不对 你华通星 星算什么 我金项链 对不对 有什么护体 神功护体 我们这纯金的 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K金的 金项链是纯金的 等一下等着看好了 不对 怎么会往这边走 那老大都倒了 金项链不是 这一票里面的头吗 对不对 还有一只 现在已经没有老师敢讲了 叫旺宏 对不对 这旺宏死人惨了低润 这个参加跳水大赛 大家冠军了 近期的第一名 做了一个小馒头 对吧 所以我讲 有的时候我讲在前面 那人家不爱听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讲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很多 小弟先谢谢大家 而且很多人帮我按账 我这感谢在内心 讲真的 那我也知道这么多人在看我的节目 大家都几乎人手一张 PCB跟D-Rain 那我又坐在这边 叫你怎么样 不要在里面瞎搅拷 那你去想 观众看完以后 Kimoji 好还是不好 当然不好嘛 对不对 可恶耶老船长 那我如果要讨好观众 我就会像其他老师一样 每天秀秀嘛 乖 放心啦 一定会解套的 好不好 什么什么时候解套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去问蔡琴 对 我要讨好各位很容易 但是你们花时间 看小弟的节目 我觉得我在做分析师的一天 我就要讲我心里面真正想讲的专业的话 这样久了就会良性循环 可能刚开始很多观众不认同老船长嘛 对不对 跟我比道赞 骂我 不看或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 可是时间我觉得做人处事也是一样 时间久了 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你看一个人 一天两天三天不准 一段时间看一个人你就有看出来 这家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不对 你有时间嘛 你可以去印证古海老船长 我的节目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你好好去想一下 那为什么大家喜欢看老船长的节目 我不是每天坐在这边对不对 就是掌停掌停一只接一只转 这一只转完你要不要跟我转对不对 再不转就来不及了 都讲这些废话 对不对 你们参加一只接一只死啊 是不是像今天 你的老师已经倒在那边了 你还叫他讲什么 他今天一定给你解盘 然后扯通扯西 就是不敢讲他 但你买了一堆股票 现在套死了该怎么办 我讲的对不对 老船长 我们早该听你的话 离开那个大魔头 对 每一次大跌的时候 就是 平常我讲人家都不爱听 其实 我干嘛跟你们站在对立面 你去想嘛 哪有人要 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客户啊 对不对 你们没有参加我的会员 就是准客户 我把你们都得罪光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更相信一种力量 就是 这种力量就时间久了 这回到我来投顾 刚开始我年轻的时候 刚十几年前 做投顾分析室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老板 他就问我 他说 你上节目 会不会骗人说谎啊 我说我不会 他说那你怎么样做生意呢 大家都 这样子干啊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要开大门走正路 然后久的话这个力量 一旦形成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强大 当然我们那时候老板听完就笑 他心里想你这个菜鸟 对不对 我这样暗示你 你还这样子 但是实实证明我这条路我是对的 虽然走起来没有那么的 刚开始没有那么的平顺 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现在最起码十几年过去了 大家知道骨骸老船长就是怎么样 以不骗文明的 谁敢 哪一个分析师敢像我这样讲 而且我是国内唯一这么多年 唯一敢就着自己死的 跟观世音菩萨发誓 说我节目说谎不识 哪一个敢 没有一个敢 但是你看每一台都告诉你 哇他绝对不骗 金光党难道说自己骗人啊 所以有些观众你也不能够去怪别人 你真的是很好骗 好不好 那这些股票 今天这样子大跌下来 那老船长你还敢写说 绝地大反攻 对不对 明天 那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 你杀低的人 你要注意了 我是先讲在前面的 今天你看所有的节目 有谁敢像我这么肯定的讲 那为了什么意思 广告回来 我跟大家讲 到底是为了什么 导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古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队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 规矩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头顾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首先老船长为什么觉得 明天就是绝地大反攻 很简单 美国股市已经跌了1000点 我希望今天的道琼奇 下午盘 最好他们晚上再跌死 有点谁在命 因为跌死的物质就必反 明天我们开盘的时候 他们的道琼奇 小道琼 反而就是大涨的 对我们第一个就是有利 那如果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 它是现在下午盘 道琼奇是黑的 如果到晚上 它不黑开始反弹的话 那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再加上大炮川普今天气扑扑的 开始回应了 因为美国有很多大的分析师 都说美国股市还要再跌多少% 助衰小朋友 结果川普就受不了 大炮性格就跳出来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做空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川普他是生意人 他自己对股票一定很懂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东西像我们古人老子 各位都知道吗 孔子老子大家都晓得 老子就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物极必反 这句话用在股票市场 我觉得很棒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他这一波现在是怎么样 你找个看得到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样 现在是多头的架构 上次这边回得更凶 噴出去 那今天这一次呢 各位看这个是不是跌得比较凶 噴出去 今天只是这样子 你在怕什么 你还在杀低 对吧 为什么杀 就是讲穿了 那美国可能会二次疫情爆发 报给我看 不可能 我在很久之前我就讲过 我说疫情 一定会被控制住 有的什么意思 因为不好意思 我就讲实话 大家不要介意 该死的都死了 什么叫该死的 很多人怎么样 他疫情来了 他也不做准备 也不洗手 也不戴口罩 那这种大部分都是欧美国家 一开始不是都佛系吗 对不对 结果死掉了 对不对 难道你不该死吗 你人家 勤洗手戴口罩都是傻瓜吗 你最聪明 对不对 好 有些是亡死的 他不是该死的 他是怎么样 听了领导人说怎么样 不用带口罩 不用怕 这只是小感冒 哪一个 大炮领导人 大家自己知道了 那这种叫亡死的 那该死的亡死的都走掉了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就是怎么样 有的他得了他没有死 他有抗体的 又分两种 一种是肺暖去 倒霉一辈子 有一种怎么样 肺还好 那是比较幸运的 而且他可能有抗体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怎么样 比较胆小的 我们讲的比较那一点 就像你我 我们都戴口罩 勤洗手 我们就怎么样 台湾每天临确诊 是不是 因为你看到周围的人 像欧美的人 他刚开始都不戴口罩 他发现他周围 朋友都怎么样 死的死伤的伤 他会不会怕 赶快戴上口罩 那所以该得的都得了 该走的都走了 那剩下的都戴上口罩 勤洗手了 请问一下 你疫情要怎么大爆发 不会啦 但是疫情会不会消灭 也不会 因为第一没有特效药 第二怎么样 也没有疫苗 所以他会时间拖比较久 大家明白的意思吧 那重点就在于 这个时间拖很久 然后如果又不能够解封 经济活动又临的话 那股市一定崩盘 那不用讲 可是现在看起来 有些地方开始解封了 所以要看后面 我是不是常讲且战且走 现在我是偏比较乐观啦 因为这两天美国的修正 再加上台湾今天跟着修正 我们是250啊 对不对 我们每天零确诊 我们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因为外资会卖 今天外资一定又是大卖超嘛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去买股票 比如我举例子啦 比如说你今天尾盘去买华通 你明天可能赚钱的几率很大 他明天可能有红的时候 你再卖就好 那是不是符合老船长讲的 买黑不买红嘛 对不对 你就在那边等嘛 你如果今天不要跟他输引 你就最后一盘再去买嘛 明天又有高点可以卖 所以最近你每天都赚钱啦 你只要看我的节目 你只要相信老船长跟你讲的 对不对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会员嘛 是不是 好 那这些都不用说 我们现在来做个结论 就是说我也不大赞成你们去碰PCB 或者是滴润 或者是什么5G概念股 那个就里面的人太多了 尤其是涨的时候 人多的地方你不要怕 大家一起爽嘛 所以很多人他不懂股市的原理 都跟你讲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其实这句话是错的 你要看什么状况 如果是在涨的时候 那人多的地方你要去凑热闹 对不对 你也可以分一杯羹啊 懂吗 以后听到人家讲这句话 你就说老船长纠正你哦 人多的地方不一定不能够去哦 你要看是涨事还是碟事哦 所以碟事的时候 人多的地方你不要去啊 会踩死人啦 就像电影院 啊失火了 大家按照顺序出去没事嘛 对不对 结果呢哇要逃命啊 你踩我踩 火灾烧死两个 踩死28个 就有可能这样子 所以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就是像这一种在碟事的时候 大家都套在里面了 对不对 那老船长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你真的应该要注意的是 你要看那个领导人 电子业的领导人苹果 他在干什么 什么 不知道 那我昨天节目你看了半天 看黑大的哦 我昨天就讲得很清楚 我说苹果在台湾都有设立厂办 只是没有招牌 人家很低调 你走过去都不知道 那是苹果公司啊 你听得懂吗 他们现在要干嘛 要布局miniLED啊 有的什么名 就苹果的显示器 光讲它的笔记型电脑 光讲它的平板电脑 所谓的miniLED 我讲个最白话 我怕讲深入你们听不懂 假设这边是一个显示器 以前的LED 比如放个9颗 对不对 现在miniLED可以放很多颗 那那个反射出来的怎么样 那个效果就比较棒嘛 那你苹果要走的 就是高阶路线 你就是要走精品啊 所以它深知 它自己知道 将来一定是miniLED的天下 对不对 那三星的技术不如台湾嘛 它终于逮到一次机会 它以前有些单也是跟三星下 下个对手好不好笑 还没办法 但是好不容易逮到一个 我们的LED是世界第一 我们赢过怎么样 三星 那苹果它大量跟你采购的时候 它当然是跟你合作 不然呢 让你台湾全部赚了 对不对 它自己不会入股 它也要有股份 它也要跟你合作嘛 这很正常的道理 只是说它会非常的低调 懂吗 好 那苹果它是一个电子业的领导 全台湾都要靠这一颗苹果吃饭 那你就要看苹果的风向 苹果现在重点不是在PCB 也不是在D-RAM 更不是在什么5G嘛 对不对 它现在的重点 它正在全面 注意听是全面性的布局 是在显示器这一块 就是mini LED 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 友达旗下的隆达 就是怎么样 在做这一块的 我们看一下隆达 我昨天有拿来做教学 横向整理快要三个礼拜 今天当然是 今天早上我说不要追嘛 红的你就不要追 黑的你就尽量买 都是一样 今天都是一样 反正好股坏股 管你什么mini LED 什么D都一样 我就是怎么样 把它当D再窄 对不对 都是这样 那这也很正常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你要注意 像这种股票 它这样子洗得很厉害的时候 一旦喷出去的时候 大家就来追了 那你放心 在它横向整理的时候 没有分析师会去讲 也没有分析师敢讲它 尤其是在它怎么样 收黑的时候 那我不是这样看 我在看股票市场 我在看下一个阶段 什么样的电子股会冲出去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 你要题材嘛 你题材拿出来 苹果认不认同 先问苹果嘛 苹果不但认同 它带头在做 只是说因为现在行情不好 电子股跌啊 所以大家就怎么样 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块 我叫你在叠的时候 人多地方不要去 PCB啊 DRAN你不要去凑热闹 对不对 这一块 这一块比较怎么样 干净 而且还洗得这么凶 所以我今天 在这个大叠150几点 你如果还看小弟的节目 还看得起我 还认为我敢讲真话 完全是走专业 大家可以去印证老船长 去查证我讲的话 看看苹果现在是不是 是全面性的在很低调的布局 这个mini LED 是不是要跟台厂合作 友达有没有希望 金电有没有希望 那友达的子公司 荣达是干什么的 你们都去查 看我讲话会不会乱说 不要等到喷出去了 甚至掌停锁了 买不到傻眼 老船长有讲过 我们都当作怎么样 耳边风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刚好 你有这档股票的 请你注意 这种就叫做点石成金 它的股价才十几块 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旦接到苹果的大单 而且是全面性的话 那个我没有看过 这么便宜的股价 没有 而且你是 如果开始走 往上走的时候 是买不到 可能就是掌停锁 而且锁很多张 那些神经病 带来排队要买 便宜的时候给你买 你不买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锁住了 锁18万张 你拼命要追 所以股市很多疯子神经病 我讲真的 对不对 在大跌的时候 你就要去看 把心静下来 我要避开什么 还是有些要避开 我要怎么样 要布局 要赶快买进什么样的股票 而且这个股票 一定是要苹果公司认同的 现在你去问 问所有的专家都知道 苹果现在唯一最认同的就是 全面要改 mini LED 对不对 那你刚好有这档股票的朋友 只要你不是我的会员 会员就不要三八打来了 好不好 不要站线 只要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刚好手上有荣达这档股票 你不要问我后面有什么重大利多 我也不会跟你讲 但是你要拿起电话就对了 我相信很多人有 我没有叫你们去买 我是叫你们印证 没办法你刚好有的朋友 我要照顾你一下 好不好 电话在你旁边 真的不要问我后面有什么重大利多 你就打电话进来就对了 现在开始拨打 我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